大人只要8块多 小孩只要4块多 三岁以下还免费 这个价值不要太良心 顺便说一下 因为是社区水上乐园 所以本地居民可以提前一周买票 我们这些外地居民 只能提前72小时买票 票比较难买 看到负物的时候不要灰心 时不时上去刷一刷 总能刷到居民取消的票 简陋了 一顿猛如虎的抢票之后 迎着漂泊大雨 我们就出发了 Yes, we are Canadian 我们是最强的北方战斗民族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想玩水的心情 网站提示 最好提前20到30分钟到 好方便check in 旁边呢 就是一个儿童乐园 在等待的时候 孩子们也不会很无聊 大家都爬上去去玩 终于轮到我们进去了 里面有桌椅可以花钱book 方便过生日party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自备椅子 帐篷和吃的 进去之后赶紧站地方 天晴的时候 霸占阴凉是很重要的 趁着刚开始人少 赶紧让哥俩去玩滑梯 这里一共有三个滑梯 墙推的是红色的滑梯 里面有灯带 感觉跟过时空隧道一样的酷 旁边的蓝色滑梯 有两处全透明的地方 体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这里的水其实是温的 所以在玩的时候 完全不用担心了 但是呢 反而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冷 大家都动得哆哆嗦嗦的 奔向漂流池 幸好今天不晒 不然回家又得黑两个色号 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哟 这里还有一个灶浪池 园区有很多救生员来回的巡逻 所以安全是有保障的 滑梯旁边还有一个跳台 看看我家哥哥的这个水花 难道不配在 菲律宾国家队拥有一席之定吗 这里是滴林区 每隔一分钟 上面的倒水桶 就会倾盆而下地倒下来一大盆水 每一次都会听到孩子们的尖叫声 非常的好玩 两个半小时时间过得很快 不过孩子们竟然也都玩够了 园区每天开三场 上午下午以及晚上 每场的最后十分钟 园区会停止所有的项目 让大家收拾东西走人 留下一小时清源 迎接下一拨人的入场 关注特子姐 带你吃喝玩乐 温哥华